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沙巴新周新闻 今天是11月23日星期四 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亚比一所国际学校周三也接到虚报炸弹电邮 索性只是惊慌一场 日前喜马吉沙拉越已有多所国际学校相继接到虚报炸弹电邮 这次轮到沙巴的国际学校 沙巴警察总监拿督赵迪迪坤证实 警方于周三上午11时13分接到该所国际学校管理层投报 指他们收到一封炸弹恐吓电子邮件 赵迪指出发现邮址有Task Store这个字 该字眼在德文中意思为公共秩序扰乱者 他说警方即刻出动并疏散所有学校建筑屋内的人 并在拆弹组和警权组协助下展开地毯时搜查后 无发现任何可疑物件 证实只是炸弹 赵迪说警方直到下午2040分确定该校安全 才允许全体教职员与学生明天如常返校进入校舍 他也向民众发出严厉警告 无任意发送炸弹邮件 制造民众恐慌和干扰社会安宁 否则将会对付相关者 把焦点转向商会 亚币中华工商总会决定修改章程 纳入婚姻注册工作 为华社提供婚姻注册服务 以符合政府政策调整 该会总会上拿督雷远生周三表示 第39届李坚士已在本月初议决在来临会员大会 提成这项修改章程提案 他说 政府于去年调整政策 以商会属非宗教团体及章程为著名婚姻注册工作为由 不仅取消商会五名婚姻助理注册官资格 也终止商会在过去40年一直进行的婚姻注册工作 雷远生披露 商会自1982年起 直至去年被终止婚姻注册工作前 已为超过18000对华裔新人办理注册 他指出 商会已有4名婚姻助理注册官人选 如果通过修章程序成功争取 继续为华社提供婚姻注册服务 相信会带动其他地区中华商会做出相同调改 亚币商会在去年12月19日 因助理婚姻注册官不获续任 停办婚姻注册服务 周内多个商会同样也因同样问题而停办相关服务 最后 让我们关注黑市驾照课题 一名外籍男子因涉嫌充当中间人与执法人员合谋 收取总额约30万令吉的汇金 作为黑市驾照的交易 周三被反贪会延扣7天至本月29日 该名年龄40岁的外籍男子于周二下午4时 受拿赌反贪会传召录供后 被反贪会逮捕扣查 嫌犯今早9时被反贪会带往拿赌推示庭申请严扣 或推示李扬沙基兰批准严扣至本月29日 据了解 该名男子涉嫌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 充当执法人员和考车学员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以贿赂执法人员的方式 使学员无需参加考试即可获得驾照 反贪会日前也扣留涉案的4名执法人员 并同样把他们严扣7天至28日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